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因为胡志云也在伤害自己的棋子 有一种复仇是正义 李玉成艰辛如此 写的啥呀 老板 老板 你试字吗 你帮我看看 这纸条上写的啥呀 你看看 你是乡下来的吧 老解放去宜蒙山 这条子是谁写给你的 我在门缝儿捡的呀 那我不好说 我怕你不高兴 啥事我就不高兴了 写的啥呀 当然 也许这条子是开玩笑的 你不要当真 不要当真 老板 这上面到底写的啥 写的是啥 你快告诉我呀 急死我了 你快说呀 条子上面写的 你的丈夫外面有女人了 这女人哪 就住在长德公寓楼 二楼的二零五房间 看 名字叫做陈梦迪 老板 你说 这上面写着 我丈夫有女人 叫陈梦迪 对 条上面写的 没事吧 大妹子 对梁春枝这样的农村妇女来说 胡志云就是她的全世界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她的世界 就会被那个叫陈梦迪的女人摧毁 她一定要去证实 这个女人的存在 请问 你知道长德公寓在哪儿吗 就是这儿 请问 你知道长德公寓在哪儿吗 就是这儿 这儿 越是靠近陈梦迪的房间 梁春枝越是胆怯 她想知道真相 却又害怕真相的真名 让她承受不了 胡志云一直以来的异常 她早就有所察觉 为此不知道流下多少眼泪 她想转身回去 这样还可以安慰自己 事情有另外的可能性 逃避还是面对 梁春枝心里反复掂量 最终还是狠下心来 有人吗 有人吗 你找谁啊 俺听说这里有人找保姆 是你要找保姆吧 我不找保姆 俺不识字 听说是二零八要找保姆 你是二零八的主人吧 你找错了 这里是二零五 你快走吧乡下人 二零八在对面 咱俞原 你又要出门了 你快走吧 我上班去 备好了 我上班去 你什么呀 你没事 你我就要去 我上班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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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